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欢迎收看今天多空其盛的节目 那么今天台股走势 如果你不用成交量来看的话 其实今天走势相当的叙剧化 那么我相信礼拜六跟礼拜天 很多人关心所谓乌克兰的战事 包含这个公投的部分 那整个公投过后 我相信你礼拜六礼拜天会想说 会不会国际股市又要开始发生震荡了 那早上加薰指数因应国际盘事 往下做一个开低 那么慢慢的震荡过后 我们上个礼拜谈到说 主流股如果不断的在创新高 就代表什么 多投它并没有休息 所以今天加薰指数来 早上开小低之后 震荡过后开始往上慢慢的拉 尾盘还收红涨了12点 那么盘面上超过72家的股票 亮灯涨停板 当然我知道在这个行情里面 其实很多投资朋友到现在为止 你一档一档的观察下来 你可以很清楚的发现一件事实 就是行情不会因为国际股市的震荡而停止 反而是当国际股市越震荡 台股越整理 标股它标得越凶 不是吗 所以回过头来讲 回过头来讲 上个礼拜我们在谈到盘式的时候 其实我有发现到 其实我有发现到说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盘跌了60点 主流股 它并没有做一个休息的动作 反而是 多方的格局它并没有改变 原因在哪里 因为电子要回来补缺口 我们上个礼拜给大家的结论是 只要主流 尤其是电子指数 它是相对强势的 那么就代表 主流没有改变之下 其他比较弱势的族群 你先不要去碰 譬如说像金融股 譬如说像银剑股 但是如果你把资金 放到主流这边来 往上创新高的过程里面 你就有份 不是吗 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加減指数开平低之后 开始震荡往上 尾盘还收高 成交量是855亿 电子指数的缺口 它并没有做回补 那代表什么 主流强势就代表台股强势 今天早上我在联系人的时候 我就听很多主持人在问说 为什么台股这一波 这么这么的强悍 我给他们的理由 也就只有一个 如果这一波的主流叫电子股 电子股没有出现 任何技术形态的败比 我请问你 台股的强势怎么会消失 所以回过头来讲 回过头来讲 来 目前资金已经扩散了 目前资金已经扩散了 我们之前提过高价股价 F族群双箭头 到今天为止 到今天为止 你还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说 只要台股要走稳 要强于国际股市 这一排高价股 不论是F开头的 或者是老牌的高价股 都会让你看到 不断地有人在创新高 不断地有人在创新高 回过头来讲 今天资金已经开始扩散了 你会说 徐老师 怎么资金又再度扩散 对 当前一波一波的涌进台股的时候 尤其是针对电子股 这个资金行情 你去想一个问题 我提供给你做一个参考 就国际股市有震荡的时候 如果以国际的角度来看 你现在把所有国际股市的日K线打开来看 几乎都是属于相对弱势的整理 对不对 除了美国的费城半导体之外 那美国费城半导体 它又这一波相对的强势 就代表什么意义 代表说电子股它会好 既然电子股它会好 不就代表台湾的电子产业 它是比较有希望的吗 所以我们把很多的资金 跟所谓的利率 跟所谓的政策结合在一起 你可以很清楚发现到一件事情 这波电子股的强势 它是其来有致 尤其是我们在谈到大盘 你记不记得我之前在谈过 整理的过程里面分两种 一种叫时间整理 一种叫空间整理 那我在3月11号的时候 谈到这件事情 我说如果大盘在颈线之上做整理 这个叫极强势 不是吗 当时我讲极强势的时候 我的定义就只有两个 第一个 主流族群 主流的指数 要是相对强势 电子类股里面的高价股 不是吗 对嘛 所以当我给你这个定论之后 其实延伸到今天为止 它并没有改变 今天加权指数来 上个礼拜五 做一个回撤的动作 你问我看法变了没 我会告诉你 我的看法没有变 今天台股在颈线附近做整理 同样的道理 电子股一样强于川产 一样强于金融 金融指数我们之前谈过 资金挪动的过程 大家记不记得 资金挪动的过程 它不会一天就让你发现讯号 但是你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一个月两个月观察下来 你可以很清楚地得到结论 电子股是主要资金进驻的方向 那反过头来讲 金融股就是资金测出的方向 不是吗 这是我在3月10号上个礼拜提醒过你的事情 一直到礼拜五 我说电子股连六红 没有多久没有看到电子股连六红了 但是金融股却是破低点 不是吗 今天你回过头来看 大盘补了8684点的这个缺口 上个礼拜五补料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电子股它并没有补 然后金融股又破底 那代表什么意思 钱还是从这边抽出来 跑到这边来 要不然今天电子指数不会收红K棒 然后金融指数不会破底 这就是我们一直告诉大家 讲这句话讲这么久 无非还是要提醒各位投资朋友 买对主流才是关键 我们从最低点开始出发 电子指数在记线 后面一点两点三点 通通告诉你电子股叫主流 不是吗 后面电子指数里面创新高 我们在验证的过程里面 不断的提醒各位投资朋友 电子股既然叫主流 你就不要去预设它的立场 因为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 电子指数它是会过高的 你所有学过技术分析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很清楚的告诉我 如果这是一档股票 底部形态大于头部形态 而且头部形态的量 又少于底部形态 我请问你 这个高点会不会过 按照正统的技术分析来讲 它是一定会过 那站在这个前提之下 除非有任何其他国际的因素 或是无法预料的因素排除在外 那个到时候再另当别论 但是如果没有 我们日复一日 不断的提醒各位投资朋友 不要预设立场 不是吗 所以当你今天看到这些高价股 又往上创新高 它只证明了一个事情 跟上行情来 真的很重要 今天有另外一个重点 我要提醒大家 提醒大家 F股到这个礼拜会有密集的法说 陆陆续续的展开 这是我们政府所主导的 那资金扩散的过程里面 你要特别留意 如果你从获利的角度来看 我今天提供你另外一个观点 如果你从获利的角度来看 这个资金流向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假设一件事 我假设一件事 一档20块钱的股票 你买1000张 涨了五成 跟你一档股票20块钱 你买了1万张 但是它涨了5% 它赚的钱是一样多的 我这在告诉你什么事情 听好哦 小型股VS大型股 如果小型股你买的不多 假设控盘者或者是阻力 真的要切入很难切入 对不对 买个1000张就爆棚了 那我提醒你 下一波的资金会转往大型的中低价股票 因为好进好出 会是下一波电子股的重点中的重点 今天盘面上有很多的股票 陆陆续续转强 它的价格在20块钱以下 我为什么要20做分界 因为20块钱以下 如果量够大 是很符合大部位资金的人进出 这跟我在讲高价股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譬如说像这一档股票 2353的宏基 你有没有发现第一档V转上来之后 由于施政隆先生 他重新回到宏基 那么接下来他安排二代要接班 目前在井线 还有季线上面做一个整理 接下来一旦转强 它会是第二档转强的低价股 然后还有另外一档股票 6116的彩金 目前也是一样 在季线上方做整理 目前来到井线的位置 也已经开始转强 另外还有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是我们今天做新切入的部分 我们针对会员手中的持股 做一个小小的调整 那至于调整的内容 我相信所有的投资朋友跟会员 有所差别就在这边 那我们做获利调整之后 资金立刻转到下一档标的 这一档是2409的尤达 今天带量往上做转强 来放在这一整个图 很重要喔 它现在沿着月线再往上走 顶到月线之后 今天跳空开高直接往上 那么第一档有做一个爆量的动作 目前为止它突破新高 所以简单的来说 尤达代表意义是什么 四月的主轴 有可能转移到上市 而且是量大的转机股 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说 为什么这一波 你在攻击的过程里面 善攻者真的是动于九天之上 很多的投资朋友 不断的印证在印证 这一波我们的操作以来 说穿了 看好的股票要去找发动点 不是吗 所以当2409的尤达今天跳空开高 直接错转强的时候 我们就做确认 来放在这边 这是10块3毛钱 从100张 66张 44张 155张 522张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当买到522张 上面还挂了7000多张 所以我可以很确认一件事 想要参与这个行情的投资朋友 一定可以上车 一定可以上车 那当然不负众望 10块3毛钱转强之后 尾盘拉到10块6毛5 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 当你在操作的过程里面 一旦发现你看好的股票开始转强 兵法有云嘛 来 孙子兵法再次送给你 什么叫善公者 动于九天之上 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当你切入转强点的时候 一档股票立刻拉开成本 你不要看 10块3毛钱到10块6毛5 涨幅有3个percent 虽然它只是几毛几毛在跳 但是以获利的角度来看 它是很重要的 它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跟介绍 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方向 要特别留意 从获利的角度看资金流向 4月的主轴 有可能就放在这边 变成重点之一 那么接下来行情要怎么走 哪些股票低档又开始转强 你可以操作波段的 续下之后 我马上回来 台大十分钟 静心在隔壁 千平基地 刚顾制正 李天堂大林族 新日铁 三强年首 专专专业的研究团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薪 让您放心 选择高薪 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头裤 是您唯一的选择 0227175567 0227175567 专业的研究团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薪 让您放心 选择高薪 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头裤 是您唯一的选择 0227175567 0227175567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鹅牌气密窗 专利复了是倒快 徐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有了鹅牌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最佳的打鼓也是 带有 嘴气疼 先用气疼 五分钟 回到现场 注意喔 这波行情不要去预设立场 再次送给大家这句话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今天我要送给大家另外一个东西 我们之前在讨论黑马在眼前 甲午黑马年 真的很多的股票 非常的飘悍 可是问题 很多投资朋友 没有办法拨断大胜 当时我的问题是 你的操作缺少了什么 我给你的标准答案 叫信心 我非常崇拜的一位大师 20年代最厉害的投机家 叫安德烈科斯托兰尼 我相信很多人也读过他的大作 他在陈述他操作的过程里面 他给了一个鸡蛋 我给了一个鸡蛋 什么意思呢 他的操作方式其实很简单 他说股票的循环是什么 初跌段 初跌段 末跌段 初生段 初生段 末生段 那很多的投资朋友 都喜欢去买在最低点 然后想要卖在最高点 对不对 这个叫多头里面 最希望发生的事情 但是人性的弱点是什么 如果你买在最低点 你想要卖在最高点 这个叫赚最多 可是大部分的人都是什么 你这一段还没有熬完 当熬到这一段的时候 你已经把股票卖掉了 因为你套牢好不容易解套 对不对 你刚好卖在鸡蛋的底部 结果股票一旦转强 立刻喷出 你连想追的勇气都没有 因为你已经卖掉了 这是第一点 所以什么叫人性的弱点 很多人想要赚最多 我从来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投资朋友 应该去找赚最快的这一段 什么意思 我们分析了这么多的行情 我们看了这么多的基本资料 研究了这么多的国际股市 安德烈克斯托安尼他 讲过一句话 我认为非常的重要 这是总结以来 所有人都在看的事情 一个伟大的投机家 投机不代表不好 投机家有更重要的任务 是要把这个市场的资金流向给找出来 包含你研究世界形式 研究利率 研究财政 研究一大堆东西 你最后得得出一个结论 叫做资金流向 所以我在上个礼拜 归纳了我们这一波的操作 完全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情 孙子兵法讲的 善公者动于九天之上 你看好的股票 你看好的族群 你必须要有波段操作的勇气 而且重点不在于你买在最低点 要去买在发动点 我们讲大盘 二月的主轴叫汽车 今天持续轮动创高 三月的主轴叫高价股 加F族群 今天再度创高 这个不叫资金流向吗 先拿比较近的来讲 二月底我研判 高价股波段行情启动 你说徐老师为什么 后面我不就陆陆续续解释了很多吗 我说资金本来就会扩散 这是多头 在这个前提之下 资金会进来在电子股跟高价股 当你看到这张字卡 你验证了我整个二月在操作汽车 你会感觉到真的 甲午黑马年票汉是特性 后面有告诉你 双箭头高价加F族群 现在每个人都在谈高价加F 那我请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这些跟你谈高价加F的 当初在二月二十六号 敢不敢告诉你 三月就是涨这两个方向 没有 那我在分析什么 是不是二月二十六号 大力光第二根涨停板 确认 后面我带给你普瑞 240块钱 不是吗 你操作上面不是要跟着资金走吗 后面普瑞创波段新高 新朋友256再来 278再创高 上个礼拜再创高 你知道吗 今天的普瑞从240涨到285 45块钱价差 我一张都没卖 那回到鸡蛋理论 安德烈克斯多安尼告诉你 这边到这边叫赚最多 对不对 但是我要我的投资朋友 去赚这一段 叫赚最快 我们也买在最低点 但是我买在启动点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我在讲F敦态的时候 来 229 现在很多人懂F敦态 我当时也懂 那懂的时间前跟后在哪里 在于我等的叫什么 发动点 不是吗 229 我没有买在最低点 当天最低点还有哪里 那你说 等等徐老师 我们操作过程里面 真的是看好一档股票 买发动点 抱起来好安心喔 因为你切入之后 开始脱离成本 我说对啊 这样子你才抱得了波段 不是吗 229后面转强掌停板第一根 275.5第二根 对不对 294.5第三根 诶 真的 今天他再涨停板310 81块钱价差 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 我再验证一次给你看 是不是刚刚这张图卡 你不用买在最低点 你买在启动点就好 所以我们归纳我们这一波的高价股 我们一直强调说 盘面上有这么多股票创新高 你要集中火力 因为满梯专金条 你不肯买衣 没有拌条 不是吗 我上个礼拜五跟你归纳 光这四档高价股 其他高价股我不算 我没有操作的我不会跟你算 F冒连F普瑞 四德敦泰 上个礼拜五的价差188 你知道吗 今天的价差201 很难想象 什么叫趋势 就是一档接一档 那你问我 真的 薛老师 我又再度验证敦泰 连续四根掌听板 就跟你当时的帽连 好像差不多 怎么这个月每个人都在讲敦泰 敦泰 其实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最高兴的不是我 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最高兴的是我的会员 你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当一个分析师 我们有法律上面的限制 如果是我操作 我当然可以轻松自在的 从底部 但是我只能给你建议 然后我自己本身 我不能去操作股票 所以我只能提醒你 很多人会去否认分析师说 你既然说到自己这么准 你现在没自己做 我可以很坦白跟你讲一句话 如果按照我的操作逻辑 多头行情一来 资金一来 你永远不会缺席 而且私底下操作会更灵活 可是我现在在台面上 我只能告诉你集中火力 正如同我在讲汽车族群的时候 对不对 你看过的这四檔股票 我不敢讲赚最多 涨最多 涨最凶 但是至少大趋势它是对的 不是吗 后面我提醒你 新的朋友进来不用担心 趋势没有改变之前 轮动操作 动于九天之上 翻多的股票 转强的股票做切入 3月5号 李克强的报告里面 你看出了什么 我看出了环保 好 润态集团接能代表作F立凯 磷酸离铁电池 没有买在最低点 买在转强点 后面创新高 对不对 上个礼拜连续三天拉回 我提醒你 放到这边 我说量缩拉回 绝加买点 你说徐老师 你说的跟做的也不一样 上个礼拜 谁在谈立凯 没有啦 今天会不会有人谈 保证有人谈 因为它掌停板 解这个地方立凯对你有意义 还是解这个地方立凯对你有意义 什么叫波段操作 架差上面的规划 每一天都是一根K线 昨天的立凯跟今天的立凯哪里不一样 你礼拜有买立凯 今天享受掌停板 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有些长线我操作的标的 我欢迎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来 我最后要提这档股票 也是高价股 F帽连我从125.5 缩转强 对不对 后面182 我认为技术型它有瑕疵 短出一趟 短出一趟 那注意哦 F帽连从115块半 涨到194块钱 这一波的涨幅 现在回测回来刚好0.382 那么特斯拉长多格局不变之下 强势股拉回0.382 就会有技术型态上面的买点 这是日K线 60分钟线回到大量区 低档指标有机会背离 那如果一旦背离 什么叫强势股 我认为你会有机会 因为我每天都在讲这句话 黑马在眼前 你如何做研派 如何做把握 正如同上个礼拜 你去看立凯好像没有人提 今天亮灯掌听办 你去看 月初的时候有谁在讲5280 F敦泰 现在每个人都在讲 所以下一档股票 如果在它转强之前 你可以做好布局 我相信接下来 每个人都会讲 你手上的股票 重点是你要付出行动 把握机会 精英专案 你想驾驭黑马 集中火力 打通电话 跟我线上助理做联络 我们明天见 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冷气外泄 前飞不见 专业的研究团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薪 让您放心 选择高薪 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头裤 是您唯一的选择 0227175567 0227175567 专业的研究团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薪 让您放心 选择高薪 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头裤 是您唯一的选择 0227175567 0227175567 我是赵小龙 有好教育 才有好国民 有好国民 才有强盛的好国家 我热爱走路 但有时也开车 走在路上的人 可能是你 可能是我 也可能是你 我的家人 或许你现在是驾驶人 但当我们下了车 每个人都是行人 发挥同理性 你让行人 让每一个人 你让行人 发挥同理性